大家好,我是Sammy 上集跟大家說了移民到英國的朋友 如果手上有儲蓄保單,可以怎樣做才節省稅 因為有網友要求想知道年金 所以接下來這集我會說年金 尤其是香港在2019年推出了扣稅的延期年金 我認識很多人都有賣的 但是延期年金很多時候一公都要公五年 那份單未公完都已經移民到英國 那這份延期年金又應該怎樣處理呢? 還有很多人都有強積金 因為這一刻香港政府不可以用BNO Visa拿回強積金 所以很多香港人暫時都還未拿回 但是大家他日順利達到5加1要求 成功入籍了英國的話 就再不是BNO Visa了 即是最快6年你就可以正式用英國居民身份 去申請強積金 又或者你這一兩年已經夠60歲了 都可以用提早退休的理由拿回 當時大家已經移民去英國了 這樣的情況下拿回不強積金 又是否需要徵英國稅呢? 開始之前就循例做了一個免責聲明 影片的資訊內容是一般的資訊內容 而且稅務政策不時改變 資料以官網通知為準 恕不令行通知 至於保單的處理方法 只是我個人觀點 只是作參考並不是稅務意見 由於每個人的財務狀況都不同 保單計劃的條款也各疑 所以大家肯做決定之前 都應該向你的保險顧問或保險公司查詢 若然各下處理保單時有任何損失 就本人蓋不負責 另外也請大家訂閱我這個頻道 Like、Share和在影片下面留言 給我之前繼續做影片給大家看 先回到上次內容 大家記不記得上一集的儲蓄保單 在英國要徵什麼稅? 沒錯,是入息稅 不是資產增值稅 上集我還教大家用了三個方法 合法地省稅 未看的大家快點去看上一集 因為這集和上一集有很大的關聯 因為年金肯英國所徵的稅行 跟儲蓄保一樣都是入息稅 徵稅方法都大同小異 一樣你肯份保單拿錢出來才會計稅 你不拿的話就不需要計 還有你那張單要賺到多少 即是你扣除保費賺到多少 正賺那筆才會計稅 那即是說跟儲蓄保單有什麼分別? 值得要用一集去說嗎? 有的 因為儲蓄保單和年金的本質 是有少少分別的 所以在提取的策略上都是有點不同的 儲蓄單的結構簡單來說只是分成兩部份 就是供款期和積存期 供款期的意思就是你供多少錢 供5年就5年,10年就10年,25年就25年 供完之後錢會不斷滾大 那一段就叫積存期 至於你什麼時候拿錢出來呢? 就是看你的單內有多少現金價值 那你提多少和什麼時候拿呢? 是你自己作時的 只要符合保險公司的要求就可以了 那年金就是除了供款期、積存期之外 還有一個叫做年金期 是三個部份去組成的 年金是你到了年金期之後 保險公司就會基於你儲蓄的錢滾到有多大 然後再把那塊錢根據你的年金期 有多長去分分 有多少等份 就逐份逐份的派給你 例如你的保費是100萬的 那你股股股股賺到150萬 他就用這個150萬 你分10年去拿年金 那他就攤了10份每年 這樣給你15萬 而他給你那塊錢呢 是本息 本加息 一起給你的 那就不同 儲蓄計劃 儲蓄計劃有時候 你只可以拿紅利 你不動過本的 但是年金就不是的 年金就是本息 一旦你把年金期完結派給你 那張單就沒有了 是零加值的 那這個年金期是何時開始呢 其實分分不同的 那有一些 指定說是指定稅數 好像要55歲、60歲、65歲 這樣去開始 有一些就是看你 那個供款期和積存期是多久的 例如你供完5年 再加5年 積存期10年 就是第11年開始 就是你那個年金期開始 那還有 不是每一份年金單 都可以隨時改那個年金期 有些人由一開始買 就要你訂定 你何時開始拿年金 有些單是彈性少少的 你可以儲蓄完才覺得 我喜歡60歲才開始年金 有些70歲才開始拿年金 不同的 那你就要自己去了解 你買那份是否夠彈性 還有 你如果一旦 開始拿年金之後 你不能說拿拿不拿 你不能說拿了三年 我還是不拿 繼續儲蓄下去是不行的 那年金就是這麼死固固的 沒有這麼彈性的 那你呢 你開始拿年金過年 你在英國又有入息的話 你無端端就會多了一筆年金收入 那就好容易代入稅網了 年金通常有分固定和終身 固定的意思就是 它有一個指定的期限 例如你指定 你那個年金期是五年公款期 五年滾存期 十年年金期 你三個加起來 那你將單就是二十年了 那如果是終身單 就沒有固定年期 因為終身單 你去到某個歲數 開始領年金之後 就一直派到來過生為止 所以你什麼時候過生呢 說不定的 那年金除了固定和終身分類之外 還有一個分類就是 即期和延期年金 即期就是 你這一刻投保 你下一個月 就已經可以領取年金了 之前岸切證券公司 那一隻年金就是即期年金來的 據我所知 坊間私人保險公司 只有一至兩間 就有這些即期年金買的 不是很多 所以坊間 真的有買即期年金的人 應該都不是很多 還有買即期年金的人 通常都是年紀比較大 有不閒錢 真的想自己做現金留給自己 才會做即期年金 現期年金意思就是 defer 即是你現在供的款 你就不太快拿錢住 你是一段時間才拿年金 我剛才提到的概念 即存期、滾轉期和年金期 這些全部都是延期年金的概念 不是即期年金 通常延期年金都是一些 年輕少少的人去買 因為他有時間 去滾大那塊管金 其實很多保險公司 一早都有延期年金購買 不過只是之前沒有扣稅 就不是很欠 不是很多人買 不過不是所有的延期年金 都可以扣稅 一定要經過政府批准核實的計劃 才可以扣稅 不是每天都可以扣稅 如果大家有看上一集 儲蓄保慳稅攻略 我不是說過可以用5% rule 只要你提出保單的保單 只要你提出保單的款項 不超過總繳保費的5% 你是不需要你提出那筆錢去報入息稅 但是我剛才說過 年金是本利一齊派給你的 其實是很大機會多過總繳保費5% 尤其是你挑選年金期只有10年的固定計劃 那你想想 你把總繳保費 攤分10年 其實每年都已經是說 10%出來 你要拿回 怎麼算都多過5% 你再加上利息 還不止 所以你就一定不可能用到5% rule 政府的積期年金又能用到5% rule 我們一起去看政府這個網站 政府規定一定要60歲才可以申請到積期年金 我用60歲、男性、投資100萬這個案件去計算 一按下每年都會派61,200元年金 100萬的5%是多少? 5萬而已 61200 即是過顏5% rule 我剛才也說過 大家做得這個積期年金通常都已經退休 如果過了英國可能都沒有其他收入 如果你真的沒有其他收入 你每年收入61,200元港幣的年金 其實你就可以用英國免稅額蓋上去 因為大家記不記得英國的個人免稅額是多少? 入息的免稅額 其實就是12,570英鎊 大致上是13萬港幣左右 所以你沒有其他收入底下 你其實可以繼續保持這份單 但如果你還有其他收入 連收入是過了12,570英鎊 這個免稅額的話 那就沒法了 大家乖乖地盡上公民的交稅責任 除了很難用到這個5% rule之外 計稅的方法亦不同 我們不是說過嗎? 英國是將你保單提取出來的那筆錢 扣了你交的保費 有賺才要徵利稅 那我怎知道我拿份年金有多少是本呢? 如果在英國本土買年金 簡單很多 因為保險公司會計算好數 告訴你拿的年金有多少是你的半金 但如果是海外的年金 海外保險公司就未必會幫你計算 在這份文件裡 都有列了兩條很簡單的公式 告訴你 如果你買的年金是終身年金 除了人壽因素之外 沒有其他因素影響年金的派發 就會用這條公式來計算 就是APXPP除AV AP的意思是寫保險公司 派多少年金給你 PP就是你用了多少錢去買年金 而AV就比較複雜 因為會涉及到時間值的計算 因為你今天比的100萬和10年前比的100萬都不同 AV就是要計算時間值因素 在裡面的精算那種計算 通常這顆數大家都計不到 要問保險公司拿才行 至於你派的年金 不僅是人壽因素影響那麼簡單 還有其他因素影響的話 例如有些延期年金 會看你之前賺到錢有多大 就會用這條公式來計算 就是PP乘以1除以TY 再乘以PM除12 PP剛才說過是保費 TY就是年金期有多長 PM就是你收了多少個月錢 有些固定年期的年金 人壽影響不太多 例如50歲買和55歲買 派的年金額其實沒有什麼分別 這一種就像儲蓄多些 這例年金官方文件都沒有特別寫 如何計算這個豁免金額 它只是寫計法會on a just and reasonable basis 即是它都會豁免給你的 但會有些調整 怎樣調整呢 可能最後大家都是要找一個英國稅務代表幫你搞 一句說完 其實都幾煩的 剛才也說過 如果你提取年金的年份 你是沒有入息的 而你英國個人免稅額 又可以掩蓋你的年金金額 那你就保持這張單 起碼你之後都有現金留給自己 又不用交稅 但如果你領取年金金額是很大的 一年有兩萬多三萬英鎊 又或者你領取年金的時候 是有其他收入的 你要夠大筆的入息稅 那你就要考慮一下 是不是要提早退保 每一份單都有一個退保金額 大家可以看看你那個提早退保金額 會不會虧保費 因為據我所知 很多可以扣稅的延期年金計劃 五年計劃 一般都要8至10年才回本 假設你在2019年買 其實很多時候 都要去到2027或2028年 你才退保不用虧錢 如果你現在退保 其實有機會硬吃你給我的保費 所以我建議 如果大家過英國的話 如果仍然還在付保費的話 你不妨還給一、兩年錢 然後一直保護到第8年 就可以考慮退保 你退保那一刻 你剛剛回本底下 我之前說過的 英國保單是你拿了退保金額 扣了你以繳保費賺的部分才計稅 如果你沒什麼賺的 剛剛回本的 其實你也是不用計稅 要虧的 其實只是虧時間值 不過話又說回來 大家買這些可扣稅延期年金的目的是什麼? 扣稅 如果大家用得盡 政府的扣稅額 六萬元一年 你最多可以省到一萬零二百元稅 如果你真的省到這一筆稅的話 也算是賺了 如果你是早年 買下了一些年金舊計劃 可能現在已經在派錢 你就真的拿回來 計算一下 你自己領取年金額有多少 然後再算 如果退保金額 現在領取年金額有多少 加起來 看看會不會虧過保費 在不虧保費的大前提下 其實我都覺得可以考慮提早退保 始終可以避免英國稅務的麻煩 除了提早退保這個option之外 大家也可以考慮延遲拿這個年金 因為在報入年金期之前 大致上一至兩個月 保險公司通常都會寄封信去問你 究竟你是想提取年金出來 還是想把年金積存生息 積存生息的意思就是 把錢放回保單 由保險公司 幫你繼續滾著利息 直至到你那份單完結的時候 就一次過本息一齊提出來 通常來說 如果你選擇積存生息的話 總回報是會高過你提取年金出來的 如果你的年金不算做得很大的話 你選擇積存生息 到期時拿回整塊金額的總數 扣除了保費之後 又不算很大塊很高 那你剛好去到英國的時候 你拿這塊錢的時候 剛好沒有收入 又是免相蓋到 其實你是絕對可以 考慮用延遲拿年金的方法 又或者大家 可能預示到 未來有機會拿年金的時候 那一年不是英國的稅務居民 例如有些人 現在先去了英國 再退休的時候 打算移民去葡萄牙的話 因為在葡萄牙來說 有一個措施 新移民來說 頭十年好像可以免海外收入徵稅 當然葡萄牙本土就要徵 海外收入可以免徵 這張延期年金的報單 如果剛好在葡萄牙 那你剛好拿回這塊錢 其實就是有機會免稅的 不過話說回來 如果你那份單是很大的 金額很大的 你將單到期的時候 連本帶你那筆錢 可能是幾十萬甚至七位數字 而你又預示到 你拿夠錢那一刻 你仍然在英國 而且那一刻 你還有其他收入的話 我就真的不多建議 你用這個積存生息的方法 因為你這麼大的錢 一次過要在同一年入帳 所以你那一年可能 真的要給很重很重稅 所以現在做個小小的總結 如果你有個年金單 那要怎樣處理 第一 就是看一下 預示一下 計算一下 你自己的免稅額 能否蓋到 如果蓋到就可以仍然保存 如果蓋不到的話 第二 就是考慮提早退步 真的看一下 但是記住 你提早退步 就是要在不虧保費的大錢底下去退步 第三 就是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會不會延遲拿這個年金 就是選擇用這個積存生息的方法 就是將你拿年金的期限 押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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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押到退休後 有些人工作了一段時間之後 退休有長糧 又或者香港人儲落的強積金 日後拿出來做了英國稅務居民 又不用徵收英國稅 答案是不用徵英國稅 在英國這份 關於香港Double Taxation的文件就有說 Government Pension和Other Pension 只需要在Source State徵稅 Source State的意思就是 你的來源那個地方 你的來源就是在香港的 所以你在香港拿回NPF 是不用抽英國稅的 公務員的長縫 suppose都不用在英國抽稅的 但是要很小心 因為英國所指的Pension 是跟工作有關的 即是你的NPF是因為受僱而供的 拿回就自然不用徵稅了 但是如果你是屬於自願性公款 尤其是現在有些可購稅的NPF 自願性公款 那些是不關你工作事的 只是你將夠錢 踏單放在NPF裡 滾大它 這一類自願性公款 是仍然有機會要徵稅的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重申一次 因為每個人的財務狀況都不同 買的產品也有意 所以大家最好找回保險顧問 去查詢一下就最好了 如果覺得我這條影片有用的 記得Like、Share和留言支持 下次我會講一講 有關英國遺產稅和人壽保單的事 想知道的話 記得訂閱我這個頻道 下次見,拜拜!